古长城的遗址 岩池又是怎样的一座城池 今天我们将为您继续讲述 宁夏岩池曾经被称为花马池 而据记载花马池城有两座 均是明代所修筑的 一座在塞外岩池北被称为旧花马池城 另一座是今天的岩池县城 那么旧花马池城的位置到底坐落在哪里呢 它所比照的塞外和花马池城 到底指的是哪一条塞 哪一个池城呢 据考证 这里的塞指的应当是 当年余子郡所都修的河东墙 所说的塞外是河东墙以北 河东墙之外的花马池城 据考证 在河东墙之外北大池的东北角 有一座古城遗址 城是正方形 边长370米 墙体呈鱼脊状龙器 最高处不足3米 面东开门带瓮城 专家考证为旧花马池城 沿着古城城 我们寻找到旧花马池的遗址 俨然已经看不到古城的面貌 历史的脚步在不断的前行中 但关于花马池美丽的传说故事 依然留存在我们的生活中 传说一天清晨 天空飘洒着雪花 湖面接了一层冰 胡听得花马一身长丝 刹那间 湖面的冰层裂开 湖水哗哗地翻着水浪 花马一纵身 跃入湖水里 水浪立刻平静了 湖面又接上了白花花的冰层 从此花马再未跃上湖面 割水湖却变成了一个大岩池 湖水天然结晶成岩 千百年来 取之不尽 永之不解 由于那批神奇的花马 使们便把这个大岩池 叫做花马池 后来在池边修筑了城 就叫做花马池城了 这是一种说法 再说法是 这一经乾隆定边县之 一首《无言律师》中小续载 岩长谱北有花马大池 本夕琴木地池产岩 前明天审中 赴以岩一马故名之 据此可知 岩池因为交换马匹 而得命为换马池 后来因谐音演化为花马池 听起来 花马池的故事只是传说而已 那么花马池跟这里的食盐 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刘老师 这个花马池岩湖和花马池城 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在明朝正统年间 整个在花马池的岩湖 一百之后 住有很多的达达族人 这个达达族人 他们在这主要是以放牧为主 少着七八百人 多着几千人 那么当时在明朝的初期之后 是名下雄俘 史昭 之后就给朝廷发奏折 奏折之后就称 这个花马池岩湖的周边 住有大量的达达族人 为了做好这个防御 建议建立一个花马池营 后来之后 经朝廷同意在花马池岩湖的北边 建立了花马池少马营 实际上也就是因为 这样岩湖的资源 而住起了几道城 对 第二年 也就是正统三年的时候 之后是经史昭寝室 朝廷同意 由花马池的石岩 去换去平良 延庆地区的之后的马匹 那么到了天宋年间 花马池营之后是难移 就是建立了现在的花马池城 这里所说的花马池少马营 为花马池最早的称谓 明英宗天顺年间 以旧城在经长城之外 花马池以孤悬寡园为由 改住花马池城 即今天的岩池仙城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花马池城墙中的一段 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 它是由大青砖累积而成的 每一块大青砖重达20公斤 在大青砖的下面 是非常坚固的石条 现如今能够看到 如此珍贵的遗迹 也是非常的难得 历史上修筑的花马池城 城高三丈五尺 池身一丈五尺 阔二丈 据考证 城池略为长方形 南北1100米 东西1050米 面积1.16平方公里 花马池城 是长城沿线的重要城障 有宁夏肘叶 平顾门户 环庆金猴之语 花马池城自修筑以来 承担起了御笛宝鞭的作用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宁代花马池古城所在地 之后是现在的位置是 花马池古城的汶城 后面之后就是 花马池古城的城墙 之后是古城修建于 宁天宋年间 到八十年之后 由零下雄辅肖大亨 又用砖石把他礼住起来了 前面之后就是 那个长城关 他是出汶城 走六十步就到了 那个就是长城关 长城 那就是长城关遗址 那过了长城关 实际上就是达旦族 达族所在的 他们的边境 然后进了这个汶城 关爱一般建在 名山之巅 大川之旁 而历史上 为什么要在花马池城 修建长城关呢 花马池和长城关 到底是什么关系 据史记载 长城关 据花马池城 六十步 长城关 是明朝千百座雄关中 唯一以长城命名的关爱 为花马池的近后要塞 明王朝 与达旦部落之间的战势频繁 在长期而残酷的战争中 明王朝不得不加强修筑工事 提高战争的防御能力 为了保障长城以南 明王朝疆土的安全 在重铸河东长城之前 就率先修筑了长城关 明家定九年 富士齐之鸾 在总治兵部尚书王琼的授意下 新铸长城关 长城关与嘉宇关 山海关 居庸关 大同关 等均为明长城上 重要的关门设置 在当时军事上 足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城关之所以行俭在此 足以证明 花马池在宁夏东路 和三边重镇的重要战略地位 刘老师 您刚所说的长城关遗址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里吗 是的 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之后 就是明代长城关遗址 长城关当时之后就是 长城内是明代的属军 长城外之后是达达属人 然后在长城关外之后 就是由达达属人 和明代的北姓之后是 明朝的北姓 就在这一片地区之后 就是进行僧许交易 就会是马提亚 罗马等等 据家境宁夏新志在 长城关上建有关楼 关楼高耸 富以宝塔之称雄 就是对他的描写 关楼上书写有 深沟高磊 朔方天茜 北门索药 王湖大茜等字 关楼下设暗门 门外设市场 汉蒙每月交易三次 守备监视 迎兵放手 当然这里交易的 主要是食盐了 今天的长城关已经被毁 经留下了土著的高台 看到如此美的盐湖 让我想起来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吃的食盐 盐池盛产食盐 自古以来 盐又是国家的 铜管物资 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盐湖周围筑起的长城 也是为了保护 这一珍贵的资源 自古至今 盐一直是国家的重要物资 可见 历史上 在盐池修筑长城 是很有必要的 明朝有个叫周成的人 这样描写 当时这里盛产食盐的景象 宁华皆积润 一望夕阳中 素影摇影海 寒光炫壁空 飘河偏有味 生产自无穷 若是宜南国 黄金价可通 市中的盐湖 像银海 它无穷无尽的生产 如果把它拿到南方去 价格就可以和黄金等同了 正是有了得天独厚的食盐资源 在这里修筑长城 再建长城关 就非常有必要了 我们在沿着长城追寻历史的同时 也留意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 在这个被长城所包围的小县城 几乎每条街道 每条巷子里 都能看到阳干凉皮店 所以到了午时 我们也不妨歇歇脚 品尝一下这里的特色美食 在盐池呢 羊肝凉皮是一道有名的名小吃 非常的受到当地人的喜欢 今天呢 我们就在长城脚下 找到了一户 做羊肝凉皮的人家 一起进去看一看吧 大一哥 大姐 你们好 大姐 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做羊肝子 羊肝子 这个羊肝是水还是油啊 油啊 油啊 煮的汪汪的一锅 闻起来特别的香 这怎么那么香啊 是放了什么其他的调料吗 特别有20多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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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配的 都是您自己研制的吗 嗯 自己 嗯 都 研制这样的 两个人 哦 两个人就研制出来 这个 就是你们的秘方 嗯 就出去放 大哥 这是在蒸凉皮啊 蒸凉皮 蒸凉皮 好 这凉皮看起来特别的精盈 剔透 很薄啊 嗯 大家看一下 好薄的凉皮哦 嗯 嗯 你每天早上 几点起来做这个羊肠凉皮啊 有 做得多了就过点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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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现在需要放这个辣椒 嗯 这个辣椒是生的 是的 炸好的 炸好的 就是把羊肝炸好了 再把这个辣椒放进去 放几个就行了 它就是麻辣羊肝 麻辣 哎呀 闻得我都要流口水了 真的 吃的好香呀 嗯 嗯 期待这个羊肝和辣椒 炸在一起就差不多了吧 哎 好了 这就外了 嗯 好了 这个是 就炸好以后 我们还要需要做什么呢 嗯 葱花一散 味道就出来了 哦 对对 那就更香了 嗯 更香了 就是说 你自己还要再调一调汁子吗 嗯 那在垫里面就 哦 在垫里面就 嗯 这垫里面就 现在就是光把羊肝给炸好 炸 炸后就 垫里面就去 嗯 麻辣羊肝 凉皮 凉皮在各地都有 不过这里的凉皮有荤素两种 主打荤凉皮也就是羊肝凉皮 羊肝凉皮是盐池当地的一道风味美食 很受当地人的喜欢 不过这道风味小吃 自然跟这里吃羊肉的饮食文化有关了 刚刚呢 在羊大姐家 我们看到了羊肝凉皮的制作过程 现在呢 我们到达了她家的店面 听说呢 生意不错 来的人还挺多的 嘿 大姐 您好 您好 您是在吃羊肝凉皮吗 嗯 这凉皮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好吃啊 嗯 您不是当地人吗 不算 地点 您是定点人 我常来吃的 哦 常来这家吃 常吃 常吃就好吃 就觉得这家好吃 那怎么好吃呢 它的味道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味道甜 咸了 味道都好 甜 咸 各种口味都合您的口味 对 口味 都合我口味 这点地点就挺好吃 比定边凉皮还好吃 哦 还好吃 您是来买羊肝凉皮吗 是当地人吗 您是当地人吗 你觉得这个羊肝凉皮怎么样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嗯 一般的话会把这个凉皮当主食吃吗 嗯 嗯 就是一碗凉皮 就当中午的午饭了是吗 嗯 我们很想知道 这种吃法是怎样来的 但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应该是延迟人自创的一种吃法 因为延迟本地饲养贪羊 那么用羊肝做一些其他的小吃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羊肝凉皮的味道好不好 主要在于羊肝的制作上 把羊肝爆炒为麻辣味之后 调入凉皮之中 变成了羊肝凉皮 听起来蛮简单的 但还是尝一尝在做评论吧 大姐我要一个小碗 嗯 谢谢 刚刚看到有那么多人爱吃羊肝凉皮 而且亲眼看到这个羊肝凉皮的制作过程 还有大姐来到大姐这个店里面 我就特别想吃一碗羊肝凉皮 现在呢大姐正在给我调 我辣椒少一点 哇 好大的一碗羊肝凉皮 看到这么均匀剔头而且很薄的 凉皮想不想来一口呢 我先吃了 嗯 哇 这个羊肝呢 和我平时吃的那个素羊肝不太一样 它有羊肝的味道 而且呢麻辣味不是很辣 但是很鲜香 感觉它吃起来特别有口感 再来吃一个羊肝尝尝 嗯 嗯 羊肝的味道也真不错 而且大家知道呢 羊肝具有鼓血迷目的功效 所以这碗凉皮呢不仅好吃 对于身体来说还特别好 也不行 虽说这是一道风味小吃而已 但是对于这里的人来说 羊肝凉皮也是一道主食 品美时寻长城遗迹 边走边讲书长城背后的故事 那刘老师 就是咱们岩池被称为是中国的长城博物馆 那这些长城是怎么分布的 在新五营这个地方之后 我们就看到之后一道是头道边 一道是二道边 在明朝长城修筑并不是一时一刻完成的 而是经过了几百年逐步修建 才能修建成现在咱们看到的长城防御体系 比如说整个长城体系中间之后 它就有一个30厘埔60厘埔城 比如说前面之后我们就看到之后 有花马池城 过来是安宁埔城 再过来之后新五营城 在这个城池中间 每个城之后是60厘 城池中间之后又加了每30厘有一个埔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长城的一个体系 对 长城体系 新五营是长城沿线的重要成长 登上新五营城谱 视野豁然开阔 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两道明长城的走向 一道是明城化十年 修建的二道边即河东墙 另一道则为明家境十年 去河东墙之后 由王琼所住的头道边即深沟高垒所取代 深沟高垒是不命思义 垒是大的墙 深沟挖得好 只有外条高垫哪株高墙 它这就形成了 这一个防疫工室它本身又加强了 它不是一种防疫工室了 而是两种了 一种是沟 首先挡那下子 你基本过沟了以后 你再上架 这就枪要挡住了 所以它这是两大防疫工室 所以这个深沟高垒要比春蹄的竹墙 那要科学得多 从军事上来讲的话 都放在那个地方 深沟高垒 即明家境十年 三边总治兵部尚书王琼 其河东墙改制而成 位于沿池县北部 内筑城墙外条豪欠 因此而得名 一称紫塞 俗称头道边 这道由王琼修筑的长城 从新武营以东五百米处 与河东墙分离 向南五公里至十公里不等 遇到山丘和河流 便随地形起筑 向东经沿池县的高沙窝 王乐井 花马池等乡镇 与东国庄以东 交于陕西定边县 这道长城 它与随朝 崔仲芳所住的长城 走向基本一致 有的地端 显露随长城 有的地端 和随长城 叠压在一起 缩条豪欠 已经被封杀 所掩埋 那我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要在明朝 在修筑这么多的长城 在延迟境内 而且还要分为 头道边和二道边 明朝修筑长城的 主要原因是 在明朝初期 整个达达蜀人之后 就是游牧放牧之后 就在河桃地区 靠近花马池这一带 后来达达蜀人 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 咱们粮食上长了 牛羊肥状的时候 他们就成群结火的 这后是南下劫掠 这时候明朝明王朝 因为这后是花马池这一带 比较之后是平坦 无险可守 为此他们之后就在 这一带之后就是修筑了长城 修筑长城的最初的时间之后 是成化十年 由宁夏熊府御使徐廷章 和总兵官范景 他们修筑的 修筑这道长城之后 就叫做二岛边 后来到嘉靖十年的时候 由于二岛边之后就是 因为战争或者是风沙等等 自然环境破坏比较严重的时候 这时候三边总督王群 又在这修了一道长城 修筑这道边墙 这会又叫做头道边 这段用黄土行主的长城 和北京八达岭长城 具有同样的价值 和八达岭用砖石修建的长城相比 土长城的修建 技术难度要更大一些 这使得宁夏的土长城 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由于土长城很容易遭受到风雨 等自然环境的侵蚀 再加上战乱和灾难 等等不可抗拒的因素 宁夏延迟的明长城 能保留到今天很珍贵 杜老师 我看到长城的每一段 都有一样这样一个高大的建筑 它是长城整个防御体系中间的 一个重要的建筑物叫敌台 据史料记载 敌台之后就是在长城沿线 是建筑很多 在尤其是许廷章和范锦修筑的 二道边的时候 史料有记载之后是 长城上面之后是建有900个地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锦修筹 深沟高磊 从加进十年起至十四年秋 前后历时四年才得以军工 于是便加强了防御攻势 明加进十六年 总之尚书刘天和 又沿这段长城内外 各条豪欠一道进行修器 到了龙庆四年 三边总督王之告 又调宁夏盐随兵修器 盐随 花马池 横城边墙 有人猜测 这位三边总督 也许就是最后一位 修缠过宁夏明长城的人了 自此 长城便随着明王朝的衰败 边关 城防也都凋敝了 显然 在古代 每每边关城池的兴盛 萧条 颓废 都和一个王朝政权的命运 息息相关 到了大清帝国 和民族关系融洽 长城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横更了几千年的长城 终究成了历史的遗迹 站在花马池城墙上 眺望蜿蜒曲车的明长城 它就像是一个老人 经历了岁月的洗礼 风雨的轻时 依然矗立在此 向我们诉说着历史的故事 脚下的这片土壤 曾经是金戈铁马 马斯提名 现如今 这里的人们 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在这片土地有的尽快 摄影音乐丁 和作词 并定大参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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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经历 空手 并定大参菲 这样子 并定大参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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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